百事可乐公司宣布 他们将改变低糖百事可乐产品的关键配方 以确保产品对人体绝对安全 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 百事可乐计划将低糖可乐中的人造甜味剂 阿斯巴甜从产品的配方中移除 而使用新型甜味剂三氯蔗糖来取代 此前曾经有报告指出 阿斯巴甜可能会对于人体产生有害的副作用 因此备受争议 尽管联邦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表示 阿斯巴甜作为一种非营养性的甜味剂是安全的 但百事可乐仍然决定停止使用这种成分 他们希望此举可以改变 目前低糖可乐产品销售低迷的局面